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在国阵跟西蒙联合组成彭亨州政府之后 那10名行政议员在两个星期前已经宣誓就任 而他们所掌管的职务也在今天正式出炉 其中彭亨州务大臣旺罗斯迪一个人就负责掌管了8个职务 也就是彭亨策划财政土地天然资源能源和水工委员会 以及经济发展种植和社区委员会 比上一届是多了一个职务 至于首次上阵大选就受委成为州行政议员的前首相纳吉的儿子 穆罕默尼扎则负责掌管投资工业科技及创新事务 彭亨州务大臣旺罗斯迪今天宣布10名行政议员各自负责的职务之后 向媒体表示现在是开启成熟政治的最好时机 各方必须接受我国是多元种族社会的事实 和平共处才能让每个人和谐生活 旺罗斯迪也希望所有受委的州行政议员能够放下政治成见和分歧 团结一致以确保州内的发展议程和人民福祉可以继续实施 同时他也呼吁行政议员们赶紧开工为人民服务 由于运 intentar做强行政议员的工作 优优 adan名大恐 combative 觉得广 neat 这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